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进的有输入法 在06年他离开Sum的时候呢 这个项目就是后来由我来接手 然后随着这个OpenSolaris开源的这个潮流呢 这个大潮呢 然后我们这个SumP也得以就是开放给社区 因为我当时就是喜欢上了苹果的这个电脑设备 然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MacBook这样的Laptop 然后我对苹果本身自带那个输入法觉得不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SumP移置到Mac平台上 我们这个SumP的输入法从原理以及架构上来说 和Windows平台上主流的包括搜狗 Google 然后腾讯还有百度 这个是很相近的 在最开始我们所接触的这个操作系统中 Windows最早进入了国人的视线 那么微软公司呢 作为当时桌面操作系统的霸主 他为了方便我们中国的用户 然后开发了一款就是微软的智能拼音 也就是最早期的拼音输入法 那么从此它这个拼音输入法的概念就进入了千家万户 感觉非常奇妙 你输入一串这个拼音字母 它竟然就会组织成一句话 而且是最关键的是它是你想要的那句话 所以我就在这个这种情况之下 就加入了这个项目 然后帮助最开始开发一些简单的功能 在这个领域里 还有我们国人自己所开发的一些其他输法方式 类似于像无笔 还有一些利用这个笔画 部首拆分来输入的种种形式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 现在国人比较认可的 现在主流的一个方向是 拼音输入法的方式 应该是最能被接受 也是大众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输入方式 我还是比较很高兴 就是孙永他能把这个东西放到Mac上 然后并且让社区很多人加入进来 然后大家很多人来关注这样子 还是比较感谢孙永做的一些贡献 在我们社区里除了孙永和薛伟 然后还有几大三个比较重要的核心的成员 然后其中有一位就是柴可夫 然后他做了很多大量的porting工作 就是比如说从835porting到SIM框架里面去 还有一位核心开发成员就是Mac 然后他主要做的一些就是XIM上面的一些porting工作 另外一位有一位核心开发人员就是JJBaud 然后他是一个比较著名的Mac上面的一个fans 然后不仅是上拼这方面的 他还负责参与了很多Mac上面的一些软件开发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经常坐在电脑前输入的人来说 有的时候的确是想到一个字 然后要拿笔去写的时候就忘记怎么去写了 这个应该说和这个目前日益普及的电脑的使用 应该是很有关系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用PIN输入法 然后导致就说大家可能更多的依赖于PIN输法 对于用户来说我们首先就是感谢 就是感谢用户能够使用三拼音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反馈和意见 然后帮助这个社区以及帮助这个项目的这样一个成长 所以非常感谢用户能够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